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茶花进入了这个秋季 就是最适于给各种花卉 换盆换土的一个季节 那么我们养护的茶花 要不要给它换盆呢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养殖的兰花一般有 两年到三年以上就要给它换盆了 因为这个盆土里面的养分 已经厚静了 不适于茶花生长 另外我们在养护茶花的时候 如果发现这个茶花有四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换盆了 第一种,我们就是看盆底 下面这里有没有长出一些根式出来 如果长出来了 就是证明这个根式已经布满了这个花盆 第二,给它浇水的时候 这个盆土积水,水中有白色泡沫 并且水分无法从这个底洞流出 那么这个花盆周围就会发现白色的一些迹象 就说明土壤已经绑结了 这些戒指含的颜量比较高 成碱性了 第三就是这个植株生长得比较快 与盆不成比例了 看起来这个植株比较大 第四点,我们就要看这个盆土 它是否有没有向上隆起 说明根式的生长已经受到限制 如果我们不想给茶花换盆的话 土壤出现板结了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EM原露来给它 细细水浇灌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呢 因为它里面所含一些有益活金 它能使这个土壤逐渐的改善 让它越来越疏松 如果觉得使用这个原露麻烦的话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微生物有机肥 这种颗粒状的使用也是比较方便 只要在盆土表面给它挖条小哥哥之后 再把这个有机肥把它撒到盆土边缘之后 围上一层薄薄的土 只要坚持一个月使用一次 那么这个茶花的土壤就得到很好的改善 它就会越来越疏松 而且又可以改善土壤的酸碱度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兰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